在如意传最新剧集中 李纯饰演的魏燕婉 穿着红衣手指红眉在呼上翩翩起舞 这一幕威美浪漫 引得现场所有妃子妒忌不已 而魏燕婉也顺利吸引了乾隆的目光 虫的欢欣一举舞弊 乾隆立刻将她从令萍晋升为令妃 魏燕婉这段舞蹈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有多方面原因 太后想把控自己在后宫的地位 安排清平和梅平一个唱曲 一个弹琵琶来讨皇帝的心 希望皇帝与陆军瞻能够宠信自己的人 好稳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 但是皇帝内心里抗拒太后的安排 毕竟皇帝羽衣丰满 不想再被太后掌控 而还有网友调侃皇帝像个叛逆的小孩 而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直接将太后的人扔在一边 而选择为她献鼓的魏燕婉 李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出演过张艺某导演的《金灵十三差》 还出演过《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演艺圈已经展露头角 她从小跳舞浓厚的舞蹈功底 并她在《如意传》中这段表演十分出彩 李淳的这段舞蹈也让不少网友一起 当年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的相同一幕 刘诗诗诗诗演的若曦穿着一席飘逸红衣 手执一支红眉 在雪中翩翩习舞 当时剧组采用灯光影造出舞台剧的氛围 让置身于灯光中跳舞的刘诗诗如梦似幻 每到出神入化 刘诗诗身上清新 优雅的气质被完全散发出来 而从小学舞的诗诗舞蹈功底扎实 动作柔美 舞蹈效果不仅让导演大为称赞 正是让无数观众将那一幕视为心中经典 而刘诗诗也成了永远的若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